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来看看 看看这些人都在这边干什么 因为这个索菲亚教堂它是一个免费的景区3A 大家都来逛一逛 看看这人 看人家穿着这衣服 站到小地里面拍照呢 那一个摔倒了吧 相机都摔到地上来了 摔倒了 起不来了 它还在滑呢 终于起来了 所以说在这个雪地上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冰很滑的 这边呢 都铺了地毯 转一下看看吧 每天来都能发现一些不同的场景 这个地方是什么 哦 贵州小茅台 中国航天 浙江的 哦 就是你来了以后可以 它这里有很多的这种牌子 然后可以合影拍照 好多人呐 大部分大家都在说好多人呐 看到 那这边这是干什么的 很多人也在疑问说 天天那么多人来这里干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眼前的镜头应该都能找到答案吧 再来这边给大家找到答案 看一看 前面这个地方也能找到答案 这个地方可能是最繁忙的一块 一个位置吧 都是穿着各式各样的服饰 这个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粗篇 所以大家都是来这边 主要的就是来这边拍照 留影留念 看这一个像新娘子一样的 很多朋友听到没有 刚才那个游客在我后面说 为他们的勇猛 为他们的勇敢点赞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寒冷 很多拍照的那些女孩子 他们穿的衣服非常的单薄 就是不怕寒冷在这里拍照留念 因为他这个教堂啊在别的地方见不到 像这种建筑 再建的话可能也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是吧 我在那个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个建筑都会非常复杂 它的工艺 并且它还有一番来历是远东那个的隋军教堂 虽然是说哈尔滨有很多这种教堂 但是这一个是最知名 看看这边还有这个应该是少数民族吧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 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个民族的吗 还是照着放着衣服拍照的 蒙古族 蒙古族的哈 谢谢啊 没有见过这种衣服 都看一下 好 谢谢你啊 他们确实是蒙古族的 看上去就比较像 看这广场上到处都是拍照照相的人 所以说一天 就是有几天来几百万人 他们就是都是来照相的 来这个来哈尔滨玩的体验冰雪文化 还有这种历史文化 还有建筑艺术等等的 反正都是哈尔滨这个城市 它本身就是与其他城市区别特别明显 那现在我就准备去别的地方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 拜拜